他是三百年来帮会第一人 门生弟子八十余万 势力遍布全国各地全室滔天 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杜月生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线后 势力急速扩张 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黄金融和张孝林 成为上海第一大亨 此时他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份 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 人面 场面 情面 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形象 借钱 散财 请客 送礼 杜公馆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 即使有着每年一千两百五十四万大阳的收入 依然是入不敷出 大儿子提出可以节约开支 立刻就被杜月生驳回 如果这样 那么立刻就会有人说杜月生不比从前了 信用立刻就会出现问题 节约开支 这辈子都不可能节约 但杜月生到底是杜月生 他立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开银行 按照他如今的声望和地位 凑个几百万股根本不是问题 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是流氓出身 按照规矩 开银行需要通过各大银行掌柜 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后 才能开得起来 可这帮文化人怎么能看得上杜月生 况且以他的形式风格 一旦银行开起来 其他银行家的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因此所有的银行家私下抱团抵制 原本杜月生也没有任何办法 总不能将整个金融圈都塑清了吧 可偏偏就又不长眼地冒出头来 杜月生宴请上海所有的银行家 其他人都借故推托 唯有陈光谱 假惺惺的钱来祝贺 言语之间还点了杜月生一下 看到没人赴宴后还暗自窃喜 回到车上还羞辱了杜月生一番 当时杜月生门下弟子已经达到八十万之多 他的司机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杜月生的耳朵里 本来苦于无处下手的杜月生 立刻就找到了油头 当晚就烧了商务银行的仓库 同时又拜托戴笠拖住消防部门 大火将仓库烧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又在报纸上刊登 商务银行即将破产的消息 一时间上海人人自危 大家纷纷涌进商务银行取钱 而戴笠也十分配合他 向各大银行下了死命令 不准他们救济陈光谱 这样一搞 不到半天的时间 商务银行就仅剩三十万现金 眼看陈光谱就要破产 此时杜月生突然出现 可他并不是来取消陈光谱的 而是来存钱的 他带来了几百万现金 高调为陈光谱担保 直接存进了商务银行 陈光谱算是暂时度过了危机 原本想巴结一下杜月生 没想到他直接变脸 杜月生直接指出当晚车上的侮辱 陈光谱终于服软 立刻致电所有银行家 同意杜月生开银行 并带头推举他为商会主席 这段情节显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陈光谱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是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第一银行家 连四大家族的宋家都对他礼遇有加 又怎么会被杜月生玩弄于鼓掌之间 回到电影 杜月生开设银行 并将青帮注册成横社 简化入社手续 并提出要想让他出任商会主席 所有银行家都要败入他的门下 至此杜月生成功极深企业家行列 势力越发强大 1937年 民国政府大力推行禁烟行动 杜月生曾受蒋介石借鉴 又和戴利关系匪险 自然要以身作则 他不仅带头戒烟 还大力捐赠戒烟丸 这个行为自然招来了 其他两位大亨的不满 尤其是张孝林 他们三大亨本就是靠黄赌毒发家 这么做无疑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好在当时的银行生意 杜月生也算了黄金荣和张孝林一份 到这里 三大亨的发展方向已经完全不同 黄金荣几乎处于隐退状态 张孝林坚持要走老路子 而杜月生则紧跟国民政府的步伐 很快日军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作为抗战委员会的会长 杜月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捐飞机捐坦克 甚至在日军入侵上海前夕 带头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部队 阻击日军并发动另外两位大亨同台演出 募集军费 此时他又邂逅了初恋情人孟小冬 这时的孟小冬已经和梅兰芳离婚 两人再续前缘 可就在三大亨同台演出时 前方突然传来战报 防御阵线全面溃败 由三大亨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阵亡 看着弟子们的尸体 杜月生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国民党意识到上海即将失守 于是号召三大亨前往香港 这里三人的态度就变得明朗了起来 杜月生响应号召 黄金荣虽然不愿意做汉奸 但他也不愿意前往香港 而张孝林则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他在法族界跟法国人做生意算不算卖国 到香港和英国人做生意算不算卖国 现在只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而已 这时戴利受到准确警报 日本人将伪装成难民潜入上海 挟持上海重要人物 他将人员名单交给侯飞保管 没想到侯飞一转身就送给了日本人 还险些将戴利给扎死 不得不说 这个四姓家奴到哪都能混得开 日军很快占领上海 因为暂时没有办法对法族界动手 所以派人前来拉拢三大亨 可杜月生早就亮明了态度 于是日本便派人准备强行将杜月生打晕 装进行李箱强行带走 幸好杜月生的爱犬发现了异常 杜公馆很快压制了日本人 此时躲在暗处的侯飞将一颗炸弹扔到杜月生身边 又是爱犬及时将炸弹叼走 之后杜月生和孟小通前往香港 面对日本人的威胁 张孝林没有抵抗就直接选择了投降 而黄金融的应对办法则是装疯卖傻 可张孝林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兄弟 一眼就看穿了黄金融的伎俩 甚至还逼迫他吃一夜香 黄金融终于忍不了了 对着张孝林就是破口大骂 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黄金融说如果不是他帮着求情 张孝林早就死了 原来远在香港的杜月生 早就接到了国民党的指令 协助国民党清除上海的汉奸 侯飞等人早就见燕王了 从这里黄金融的话可以看出 杜月生应该是准备对张孝林下手了 是黄金融拦住了他 张孝林离开后 杜月生的儿子走了出来 他原本是要去单独会见张孝林的 黄金融担心他被扣下 所以才让他暂时待在了这里 经过这件事 黄金融终于同意对张孝林下手 时常出现在杜月生身旁的 枪神九哥终于出手 虽然被保镖拿走了枪 可他还是凭借一个玻璃扎 出色完成了任务 抗战期间 躲在香港的杜月生 依旧不停地捐助抗战物资 1944年 蒋介石授予他 全国动员委员会会长的头衔 其实说白了 就是全国黑帮总舵主 因为蒋介石从来都没有 看得起过这个帮会出身的流氓 身患重病的他不顾病情 依旧前往江西会见戴笠 以总舵主的身份 阻止东南民间的抗日力量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 刺杀张孝林的九哥被放出 戴笠从上校晋升为将军 同时许诺杜月生 做上海市的市长 质得意满的杜月生 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谓 狡徒死走狗烹 飞鸟进梁工藏 抗战时期 国民党可以利用黑帮势力做很多事情 而现在这个势力就显得有些多余 火车还没到上海 就传来消息 一个姓潘的将任上海市长 打倒流氓三大亨的传单更是满天飞 这里有一个人物的叛变 还是挺令人意外的 那就是杜月生的养子吴强 他就是第一步中 那个死在八线楼的阿根的儿子 他从小被杜月生养大 长大后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 没想到竟在这种时候背叛杜月生 这个传单就是由他亲手印发 回到上海后 杜月生表面上过起了歌舞生平不问世事的日子 他带人来到了老乡好老六的舞厅 没想到吴强竟当众将他的大儿子抓走 罪名是违法交易股票 杜月生当然清楚 他的儿子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钱犯罪 只是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 吴强的行为只是一个信号 国民党正在慢慢抛弃他 其实历史上国民党是希望杜月生可以出任上海的商会会长的 可杜月生有更大的野心 于是便拒绝了 心灰意冷的杜月生此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进入政坛 杜月生想看看国民党这条强龙 能拿他这条地头蛇有什么办法 上海究竟是谁的天下 于是发动横射的势力 让他们选举自己为议长 结果当然是绝对的优势当选 戴利德之后专程赶到上海劝说 他先是释放杜月生的大儿子 并以贪污罪将无强逮捕 之后苦口婆心的劝说杜月生放弃议长的职位 理由有两个 一杜月生有帮派背景 如果由他上位 那政府的面子会挂不住 二党国现在需要忠心 而杜月生的门人只会对杜月生一人效忠 这与党国的要求不符 这段话看似冠冕堂皇 其实就是在说 不管你杜月生以前做过什么 党国都不可能用你这个流氓头子 并且你势力太大 我很不放心 杜月生气得破口大骂 戴利虽然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杜月生 可他能在这种时候出现 说明他还是讲义起的 接下来的话 电影并没有呈现 可从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 显然戴利说出了一个 足以要杜月生命的情报 最终杜月生宣布放弃议长职位 此时在台下的黄金荣也终于意识到 属于他们三大亨的时代已经过去 1946年 戴利在乘坐专机前往南京途中坠机而亡 杜月生也失去了 他在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仪仗 从此一蹶不振 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 国民党退守台湾 杜月生带着孟小冬以及家眷 前往香港 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 这是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 仅三房一厅 相比于他在上海的渡公馆 这里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 而他在香港的发展也十分不顺利 很快他哮喘复发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杜月生终于迎娶了孟小冬 有情人终成眷属 历史上杜月生在赴港前 蒋介石曾在上海召见过他 再三拉他去台湾 杜月生当然知道老蒋的用意 如果他留在上海 老蒋绝不会放心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如果他去台湾 那无疑是寄人篱下 视同软禁 可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留在了上海 共产党真的就会放过他吗 虽然黄炎培 张世昭等人都来做过工作 中共中央发自西百坡的广播 也说希望他能留下 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 可以不计前嫌 但杜月生始终抱着 将信将疑的态度 于是杜月生以台湾气候潮湿 不适合养病为由 婉拒了老蒋的提议 他先前往香港养病 待病育后再去台湾 老蒋怎么会看不出杜月生的算计 于是丢下了一句话 也正是这一句话 坚定了杜月生赴港的决心 唉 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 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 也不允许任何人辩解投体 1952年9月19日 杜月生在香港病逝 享年64岁 电影中杜月生直至病逝前 蒋介石都没有任何表示 其实在历史上 当蒋介石得知杜月生病重的消息时 就立刻派人赴港 中间没有任何停留 赶到杜月生腐蚀都已是深夜 五年后 黄金融在上海病逝 属于上海三大亨的传奇 就此结束 上海皇帝这两部电影 可以说是香港电影 比较接近教父的 唯一有些不足的 是电影弱化了 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 其实历史上的杜月生 也是很少使用暴力的 但是在电影整体 要表达的东西上 上海皇帝要高出教父一筹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一旦一个人有了一些能耐 治国平天下这条路 一定是他所向往的 就像电影中的杜月生一样 其实历史上的杜月生 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 民国初期 曾就任副总统的黎元洪 就这样评价过杜月生 春深门下三千克 小杜城南五尺天 他将杜月生比作春深君 杜月生虽然是帮派出身 可他本人还是十分看重文化修养的 杜月生本名杜月生 是没有竹字头的 后来国学大师张太炎 给他改名雍 号 月生 这点在电影中也有所表现 在杜月生响应国民政府 号召戒阴后 有主动学习文化知识 字也写得有模有样 甚至很多人都将杜月生的 人面 场面 情面 三碗面 奉为处事宝典 诗人对于三大亨中 最肯定的评价是 黄金龙贪财 张孝林善打 杜月生会做人 电影对于三大亨的刻画 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 尤其是杜月生 更多的将其树立成了正面角色 总体来说 这两部电影 确实是吕梁伟和郑泽氏合作的 比较经典的一部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